本集完原子的结构 应该吧 应该 你要讲不好的路 应该 第二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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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讲不好的路 原来要忘记的 没有 我们来交换一下 所以从 原子的结构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原子之所以会跟其他原子在一起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它有一些电子让它造成不稳定 它需要做 一个是把电子丢掉 一个是把电子掉到别的电子 那这种情况之下 它就会有一些电子交换的情形 所以我们简单来讲就是化合物 为什么会有化合物的情形发生 就是 原子 两个以上的原子 两个以上的原子在做电子交换 对不对 电子交换或电子动用 所以呢 这里面就有很多情形会发生 它到底怎么样去交换电子 有一种叫做 简单来讲 有一种是 我们经常看到的 比如说像 心跟心的结合 它怎么结合 心跟心外面都几个电子 最外围 最外围 所以 假设这个电子给了它 它变两个电子才会稳定 这电子给了它 两个电子才会稳定 所以基本上 这两个心之间 它就会把电子 摆在中间做重用 放来关去 所以假设我们看这个原子 我们可以有办法用 比较高倍率的写文 去看到这个电子 这个分子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电子 都分布在中间 这边的密度会相当高 旁边会再少一点 不是没有喔 它是有机会会到旁边去 因为它本身的速度移动非常快 它是会爬来爬去的 可是这边有很多电子啊 我这点的是几率啊 出现的几率 对 就是说假设你现在用相机去拍它 你知道相机拍它 有个曝光时间吗 啪啪 这个曝光时间可能是千分之一秒 对 一拍 你看到的状况 就会这样子喔 这边 朦朦的 比较深的朦朦的 这边比较浅的 什么意思 因为电子的移动速度太快了 它一定会 道路都足载 但它千分之一秒之内 它基本上所有的地方都跑会 基本上所有的地方都跑会 就如果拿相机去拍马路上的 晚上拍马路上的车子的时候 如果因为晚上曝光时间可能是十分之一秒 你拍到灯之上 会拉一条线出来 对不对 会拉一条线出来 所以你看到这个车子 车子的车头 这灯会拉一条线出来 然后你拍的这个地方 会比较亮 这个地方比较暗一点 对不对 它就是跟它的曝光的见语有关系 曝光的见语有关系 同样道理是 假设我这边在看的时候 诶 这边比较暗 这边比较亮 表示什么 电子大部分集中在这种处理 电子集中在这种处理 电子集中在这种处理 你可以看到 这个氢跟这个氢之间 它对电子的需求 跟不要电子的可能性是一样大的 所以精神上电子卡在中间 所以我们比如说 这种完全动价阶 它是一种动价阶的精神 动价阶就是说 我跟你分享 分享这个电子 这个阶结就叫做动价阶 那你要想中间是电子 电子在什么阶 在负电 对不对 所以这中间是不是负的比较强 是严格来讲 负的机会比较强 那电 原子盒带哪个电 正电 对不对 这边带负电 所以正电这样会被负电吸引 尤其是让我们讲那个 静电力的时候 Fn R 平方分支 K Q Q 中间的电荷是2 对不对 原子盒电荷是1 那这R呢 这R非常非常非常小 这是一个原子的距离 非常非常非常小 所以这力大不大 大 算大 所以为什么一个分子 它会形成一个浪子 以后 它稳定 因为这两个中间的电子 吸引着它们的原子盒 所以变成一个 稳定的节奏 所以这样子一代 那同样道理 假设 今天是2 现在另外一个2 2 2 16 插表 中心表 不是16 不是12 8 8 8个 8个是8个电子 所以第一层2个电子 第二层几个 6个 6个 6个缺2个对不对 所以它强 它强 它强 同样这个电子 最后以前6个 太想强2个电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同样道理 有时候呢 这个电子就借给它 有时候这个电子就借给它 让彼此都满足一下 所以彼此满足一下 所以大部分的先 它们就会两个电子借过来 两个电子借过去 直接来 直接来 就好 好 所以 这个东西就说 这里就供下去 因为这个原子 对这个原子的需求 是一样大的 所以这个电子在那边 这东西我们就叫供下键 但是因为它是供下键 所以这叫做双键 好 这叫双键 那有没有三天的情形 有 谁 蛋 蛋 对不对 蛋 没有人都知道 以此类推嘛 其实科学很多东西这样 科学我们先规则一个行为 规则这个道理之后 我们就往下类推到其他的行为 如果这东西是通的话 这就是变成定义 这是变成学义 所以我们就在做一次 就是说 先规则 然后再类推 所以这道理 只要被类推的话 那道理就是通 就是变成一个学义 就是定义 好 蛋有几个电子 七 七个 所以这外围有几个 两个 五个 这外围有五个电子 缺几个 那缺三个 通常会借三个过来 他会借三个过去 他借来借去 所以中心就会有三剑 那我们就说 这共要是三剑的情绪 那三剑基本上 在我们自然科学当中 在自然环境当中 三剑的情绪是相当少的 相当少 基本上是很少 所以 那你也可以看到 因为它三剑 虽然相对来讲 比较固定 它的剑比较强 那剑比较强 剑比较强 下个结果是 他怎么能不能反应 他就不能被反应 我们基本上 假设这东西要拿去反应 我们要先怎么办 我们要先怎么办 我们要先把它打断 先把它打断 对不对 打断之后呢 欸 你们都在看这个书 要看一下这边 我这边走 打断然后就给它全新联系 对 这边在做个联系剧 这边在演戏 对 再进行一个反应的时候 我们要看一下黑板 打断之后呢 一个弹就跑出来了 假设这个旁边有轻 因为你可以把它打断 轻通直接被打断 所以轻点就跑出来了 那怎么去打断这个间谍 开枪 开枪打断 怎么打断 正常来讲 平常的实验 或平常的 把电子拿走 怎么把电子拿走 拿个弹性比较大的 给它呢 给它呢 拿弹性没关系了 好 我起码放了一个 弹性比较大的 事实上还是没办法买 给它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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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强它电子 怎么强 我刚刚说有了 对啊 对啊 你不是说给它电子 强它电子 我说都不是 那问题是 就算你要给 会抢 怎么进行 也许是啦 但是因为你没有说 那个 为什么做 它外面是五个电子 所以它 要码丢五个 要码就是抢三个 才会稳定 对 那你就 让它 这样 打断 就是你找个 原素 原素 要码就是 多三个 要码就是 缺五个的 那它们 就会合在一起 那它就会打个 然后结合 所以你的意思是 像哦 我们知道 7 少一个或多一个 对不对 2 少两个 然后把7 加2 放在一起 然后它 就跟它的n结合 放在一起 我多放几个7 它就反应了 知道吗 我就把它放在一起 那你反应了吗 反应 就是 就是 你刚刚讲嘛 你就找一个 跟它缺三个的 或者是多三个的 或是缺五个的 放在一起就有反应 那我现在不是 就有机会 就有机会 对 所以我现在要知道 那个机会怎么生成 我怎么产生 你说 OK 对 对 你必须先加了它 你给它能量 它才有机会断掉 它才会断掉 断掉 断掉之后 它才有机会跟别人反应 你看我把7 跟2 放在一起 你放在1万点 它还是不反应好 它可能还是不反应好 它反应其实太小 因为它要打到那个键 要有大能量 基本上 只是靠平常的撞击 是撞不起来的 我们知道 在学反应速率 记不记得 活动能学反应速率 为什么撞击有机会反应 因为接触面积增加 接触面积是因为撞击机会增加 但是撞击为什么就会反应 撞击就可能打断了 但撞击一定会反应吗 不一定 什么情况不一定反应 力量不够 力量不够 所以在什么情况之后 撞击的力量不够 能量不够 什么叫能量不够 温度不够 温度不够 加点 人家之前讲到扣点 你前面讲说扣点 扣点 我没有讲错 前面没有讲出来说 我没有讲错 OK 好 这还在复习 就要加点 那就加不完点了 新的时候加点 这是复习 复习都不会 就要偷偷 撞击力量不够的时候 撞不断 撞不断就没法反应 所以在温度低的时候 是不可能反应的 温度很低很低很低的时候 更不可能反应 但是温度稍微高点 就有机会反应 但是我们对西天娘来讲的话 基本上你要把它反应 你的温度要蛮高的 同样的 要让蛋切掉那个三线 更难 你的温度要更高 你的环境温度要更高 那我们来想想看 为什么温度高 这个温度就会打断 变子跑来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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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不记得 我刚才讲温度 温度的现象 在一个原子来讲的话 温度的表现是什么 温度的表现 温度的表现 在这个原子里面 这个朋友 你看那个原子 震动 震动频率 震动频率越高 表示温度越高 震动频率 不一定 震动频率高 不代表温度高 是啊 温度高 温度高 应该能量高吧 好 那我请问 温度跟能量怎么去区别 什么叫温度 什么叫能量 例如说 有一个 那个 就是那种能量的 耶 好 震动 就是用超音波吸管机 那它震动很快 一定很快 可是温度很高 因为它有水会掉多 那我问你什么温度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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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 热能 的表现 对 那表现是什么 像 温度计就是你会看到它的高度 那你看到电子温度进来 就看到刻度 这样 是不是增加 OK 好 但是那个 那个 你看到这个 反正 是我们通过转换 我们通过转换 好 那通过转换 它热到很多转换 对不对 那问你 为什么力度增加 它就会热脏 因为它 如果我们震动得比较快的时候 密度增加 其他 其他 对 增加 对 震动越大 你震动越大的时候 你需要通过转换 就变大 就是体积增加 体积就增加了 对啊 那它就密度增加 密度增加就错了 而且我后来改成体积 对 那就是体积增加 是密度减小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震动真正的是 它的能量增加的现象 也是温度增加的一个现象 我们没有把这两侧 温度 震动的体积增加 但是我们可以从 减它物理性上来 它的体积就变大了 热脏冷度上来 但是我们从距离来看的话 你看物理会怎么传递 譬如你看这是一个棍子 好 假设一下从那边加热 为什么物理会传到这边来 因为它会传到 为什么会传到 因为它是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 然后呢 所以它温度可以折 所以假设这个 旁边都是隔 我们知道经过一段时间 这个物理会哪些变温度 对 这是什么现象 传到 对 为什么会传过去 震动 震动 对 但是它震动 所有的震动 所有的能量 我们讲过 什么叫能量传递 波是不是传递能量 但是波会传递肚子 所以我手当地震动 震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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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待会别人就感受到了 但是你的旁边有阻力 你的手 你的手被 阻力阻害到了 但是假设 我们可以帮你两个 关在一起一辈子 或者关在一起 更久更久的时间 你这样子 如果孩子一直持续震动 没有错 它会不会增加 有可能 你在作用的时候 你在作用的时候 你的身体会发热 发热所有的每个原子 记得喔 你的原子的震动 绝对比你手的震动 频率更高 一定能 那个原子的震动 频率非常非常高 那个震动频率很高 所以 你这样的频率 觉得也很低于你手 你里面分子结构 原子结构里面的震动是平衡 好 你看这木头 你看这边在震动 所以它慢慢把这震动的能量 传递到这边来 所以传递过来之后 这边的原子 跟着震动频率更加 什么时候会平衡 就是当这边的震动频率 跟这边的震动 你相等了之后 它就不会再传递能量 这种能量就稳定了 是啊 棍子里面的能量 这叫共振 这不是共振 这除非能量不算稳 共振不一样 共振是什么 同种频率的震动 对 是说我这边有一个东西 它的频率 我跟它是一样的 当这边在震动 但是透过 透过旁边的媒介 会把这震动传过去 所以它会跟它有一个很剧烈的 那为什么这样不算共振 木头也是媒介 直接撞到它 然后撞别人 然后再撞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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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戒指不一样而已 你那个戒指是空气 这个戒指是木头 照我来讲 用空气也是戒指 戒指是木头 公振有的前提是 他们的震动频率是一样 它一样吗 诶 这样我说错了 他们的 他们的震动频率是一样 我跟你说它的调点一样 首先他们说戒有戒指 戒指不一样 然后第二个他们的震动频率 到最后都是一样 那这个调整这个调整 为什么呢 诶 这上头 我不知道 这是一个好问题 但是我来想一下 因为 因为共振它们之间的戒指 跟它们的戒指 跟它们的戒指是不一样的 这个戒指一定是一样的 这个戒指一定是一样的 比如你看 我跟我说这个木头 旁边盘的铁 对不对 不一样啊 然后温度还就传统过来 最后还就传统过来 对 因为它靠接触 它就把它的震动传过去 那这算不算共振 这不算共振 因为它们的自然频率是不一样的 自然频率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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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初的那个速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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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解释共振 震动 就是团队 我觉得就是 如何解释共振 目前没关系 许多菱 还还还有空振 好 这情况好了 这样一分吧 耶 它有一分喔 刚好想保问 想保问 就是吃了 grow 额外加点 加一點還不滿足 厚掉不太好 從沒有點片加一點還不滿足 你要怎麼樣嗎 好 所以呢 你看 當溫度給他 能量給他的時候 他這個原子 這個分子他的氣熱振動 蛤 這是溫度 對 你可以把它弄無類 這時候你要去找溫度 這是溫度的部分 這是溫度的部分 這個分子開始振動 加熱的時候他振動越來越大力 越來越大力 越來越大力 越來越大力的時候他就有可能會 斷掉跑掉 就這樣子 好 你要想這個東西慢慢的 久而久之他會有時間 他能量給的夠大的時候 他就會有機會 中間的劍結會斷掉 所以你要給他能量 他才可以打破這個劍結 他才可以變成溫度的原子 溫度的原子 這時候呢 這每個溫度的原子 都不會帶一樣的電 譬如我先斷掉了 可是這瞬間他有帶兩個正電 那這邊帶什麼 帶兩個負電 那你想啊 不是啊 他不是應該是電動性 他不是電動性嗎 不一定喔 不一定喔 就是那個瞬間 斷掉在瞬間 電子在哪裡 他就在哪裡 因為中間的電子 原子核是帶正電 旁邊的電子是負電 他吸引著他 可是如果這一瞬間 斷掉在瞬間 電子比較偏這邊 這邊就在這邊 分開了 這時候呢 他自然會細別的分子 假設這時候旁邊有輕分子 輕分子一樣 他擺一個劍 但是路過 把他斷掉了 斷掉了 斷掉有可能這邊帶正電 這邊帶負電 對不對 是這樣 這時候呢 正電就跑到這邊來 跟他結合 陸電就跑到這邊來 跟他結合 就會形成這樣的關係 所以他自然會細 別的原子 去跟他做碰撞 一碰 因為他碰完之後 他會得到一個更一定的狀態 他就可以再把能量釋放出來 但是如果這個時候 環境溫度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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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完他會反應形成 這個反應會會形成 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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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解释 那為什麼它不反應 或是它不反應 它到底為什麼不反應 就是在這環境 在這個環境裡面 在這個環境裡面 我有很多蛋分子 我有很多氫分子 一開始這樣子 接下來我給它加熱 加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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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肩都打斷了 這時候是不是有可能 蛋會跟氣碰撞 血肉吞 有機會 那到底它會黏回去 再講一遍 蛋跟蛋會再黏回去 它會有三種形態 哪兩種 就是N加H 或是N加N 或是X加H 它有沒有第三種形態 就鋪合在一起 是的 因為你還是加熱嘛 假設環境的溫度沒有降低的時候 它實際上都是不穩定派 不穩定派 就全部都分離了 各個都是原質 各個都是離質 各個都是離質 各個都是離質的時候 它是因為它非常不要 因為溫度很高 它合不在一起 大家重成大力的時候 根本沒有重 沒有辦法黏在一起 所以只有溫度降下來的時候 它才會反應 這時候它考慮 你是要跟它反應還是跟它反應 都可以 這是機率問題 而且還要看它穩定的程度 因為它結合 它可以放出更多的能量 趕快會更穩定 它放出更多的能量 就過時原來迎接而成 當然就打斷了 所以結論是 這種情況之下 假設這個比較穩定的話 比它們兩個都穩定的話 產生的結果 這樣的反應之後的話 這個的比例會比這兩個都多 這是機率問題 所以在跨性反應裡面 基本上很少的百分之百反應成的 都是有機率問題 好不好 其實以後加解可以換個方式 是 首先你就是質問 7天內沒有被解答 加一點 然後呢 你如果解別人的問題 解一起加一點 這個 就是你那個遊戲的做小版 不行 不嘛 我就跟我玩了 你出一個隨便的題目 然後 老師就把它解決掉就好了 喔 老師就不想點它學生 那個題目 我看得不清楚 溫度、振動、熱傳導之間共測 好 我現在說了一個說法說 溫度跟原子之間的振動是相關的 所以熱傳導呢 是因為它振動 所以它振動 影響病氣旁邊的分子一起振動 所以後面整個熱平衡了 對不對 整個熱平衡 熱平衡不代表能量平衡 因為每個原子大小不一樣 所以這邊的振動頻率 會有跟振動頻率是一樣 但是因為原子比較大的原子比較小 它們能量是不一樣的 因為能量是 1等於2分之mV平方 B就是振動頻率跟B有關 所以你的質量不一樣 你得到能量是不一樣的 好了 它們振動頻率相當的時候 我們要讓它熱傳感平衡 可是 這時候算一算共振現象 什麼是共振 那我可能這問題給你出來 就給條件 讓它因為熱傳導 雖然是木頭兩端的溫度一樣 就是最終的溫度一樣 那請解釋這個現象是共振的 請解釋這個現象不是共振的原因 你這樣說會不懂 因為如果你剛剛說的話 不是共振的那你就這樣說 就是請給你支持 我知道了 我知道問題在哪裡 這個棍子 我如果已經消了一下 它會不會有聲音 這聲音的震動 不管你怎麼消 是不是聲音都基本上不一樣 因為這個 跟那個弦的長短一樣 弦的強度一樣 因為它這個形狀決定的時候 它的自然頻率已經決定了 所以這個自然頻率 如果已經被決定過到這邊的時候 以旁邊一個小的震動給它 它會對於跟它自然頻率相當的東西 會得到一個比較大的響應 我都會得到響應說 它不用被震動起來 就像我坐在彈丘線上 我如果這100 這100 我照到頻率之後 我下來的時候推它一下 下來的時候推它一下 下來的時候推它一下 我就很輕輕 它是越來越大 它越白越大 對不對 可是同樣的 這個彈丘線在彈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用手這樣搖 可不可以這樣搖動它 這個搖動它是不是自然頻率 不是喔 但是可以做到這個事情 所以也就是這個彈丘線 就算在彈的時候 譬如這個棍子 我可不可以拿一個東西去 敲很快 比它自然頻率還快 可以嗎 所以它可以震動出一個 無散的自然頻率的震動 對不對 同樣道理啊 這個原子之間那麼多原子 每個的自然頻率都不一樣 但是我經過這個傳導的時候 我可以迫使每個原子 在一個像他們的體力下的震動嗎 可以嗎 但是他們是控陣 但是他們不是控陣 就像這隻棍子 它的自然頻率是 可能是1200 可是我可以 因為那種操作不是 可以脫子的 什麼意思可以脫子 就是兩條線啊 然後你說這個擺啊 你這個告訴我 它原來就是擺啊 它會不會它的自然頻率 也是被它脫子改變的 不會啊 因為它們長度不一樣 它們自然頻率是一樣的 那它是靠什麼 它不是靠空氣 它是靠上面那條繩子 綁著那條繩子 因為你這條繩子擺過去的時候 這條繩子稍微扭曲對不對 扭過去的時候 就會跟著一直過來 所以這繩子上面就收了一個力 我擺過來之後 這邊繩子又收了一個同樣的力 那中間那個比較長 或比較短那個 它們長度不一樣 它們自然的頻率 所以你這一點的力 沒有辦法讓它正常的擺動 可是那種狀況 其實它改變了 應該說它會動的感覺 並不是繩子的長度 而是那個戒指 因為你繩子長度不會改變 它受到這個繩子 它所擺動的力量 你長度不會 應該說長度不會 你看看 我這邊有三條繩子 是不是這個的頻率 擺動頻率跟這個擺動頻率 是一樣的 但這個擺動頻率不一樣 好了 那我現在把這個拿起來 放在那邊它在擺動的時候 它對這條繩子有沒有有點瘦 有沒有給它點瘦力 有嗎 這條繩子也會對它施力 對這個也被施力 這個也被施力 但這個被施力 就好像這盪球圈在盪的時候 它有自然的頻率 那你推它呢 有時候你就在這邊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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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推的是 你喜歡推它就推它 跟它自然擺動沒有關係 所以它會越擺越大力 好 不會嘛 對不對 但是這個呢 因為跟它長度是一樣 所以它很喜歡這個頻率 所以你 它就會形成一個共振 就是我剛好要被推的時候 你就推我一下 我剛好被推的時候 你推我一下 所以它就會越擺越大力 啊這個呢不會 因為它的擺動 你推它 這上面給它力 跟它的需要的那個頻率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就不會形成共振 OK 所以這是共振的現象 好 這問題 我剛才解釋 通嗎 通 通 那媽媽媽寫進去 還是作業 還是作業 對 就是解釋一下 為什麼溫度的傳導 跟共振是一樣的現象 是這個 解釋一下 溫度傳導的 溫度傳導是頻率的傳遞 但當這個整個分子之間的頻率一致的時候 我們說這個溫度是一致的 是一樣的溫度 所以它不會再能量的流通了 可是這個現象跟動分現象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不一樣 OK 好 好 那判證你說的 他提出來的問題是解釋 所以要加一點 所以要加一點 沒有啦 這是一個好問題 因為是在討論好問題 所以它加點 十分鐘 但是這個問題在你沒有解決之前 我已經解決了 所以沒有其他人加一點 所以說一個好問題 都還能加一點 成績的意思 提出來了 可能我還沒解出來 你們就先解出來了 好 那你們可以加點 我說那個遊戲 可是我已經先看你出來 今天那個遊戲 所以說除非 你們找到認證的邏輯 佐證 來推翻我的想法 否則 那就是以我現在目前的想法 為原則 這個遊戲不錯好玩 蠻好玩 太陽太陽 因為這樣才有規定 演出的定義嗎 可能 也沒有 就是 還沒遊戲開始 好啦 這樣都OK 這樣都OK 也沒有 往哪來 然後往哪 欸 我把蜜蜂都在追我 好 所以我們在做一個分子 分子 分子 分子式 但是我們那天上帝都有找到 我們講說那個什麼 二氧化系 對不對 對 二氧化系不是真正的 他這個分子裡面 不是真正的一個系 分子 不要在一起 好啦 陳語 欸他在追我 給我 來我再救你 等一下 又來了 等一下 都沒有收音了 你收音了 欸我被聽過 不會被聽過啊 好 二氧化系 二氧化系 這個東西呢 他不是真正的一個 癢 跟兩個 兩個癢 跟一個系的反應 我們 譬如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這樣講的意思 你們聽懂我的意思嗎 那假如二氧化系 跟我現在寫的NH3 有什麼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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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就不一樣嗎 除了原子不一樣之外 假設這個分子 我們說這個分子 跟這個分子 異意上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分子 通常我們叫做 這個分子 化學式 但是呢 這個是真正的化學式 這個叫做 解釋 這也是你們來 第一課上的提供 解釋 這叫做解釋 什麼叫做解釋呢 解釋就是說 基本上這個分子 可能是這樣一堆 裡面可能同時間有 細 有十個 有二十個 好多 他們兩個有什麼差 一個是有固定比例 一個是沒有固定比例 所以就是說 誰沒有固定比例 那個解釋沒有固定比例 解釋沒有固定比例 解釋就是有固定比例 它可以約成這樣子 所以我會寫的 SI10O20 我會這樣寫 所以我把它約成SIO2 那換成1 2 這是這個意思 解釋是這個意思 比如說 化學式它可能過於龐大 然後我知道它的結構 裡面有大概這個 原子的比例 是一個等比例的關係的時候 我就直接把它約分 變成一個解釋 SIO2是它這個解釋 好了 那這樣子我講 我講到這邊 你們知道我在講什麼 解釋 對 解釋跟化學式有種差異性 化學式 通學解釋是可以的 OK 然後咧 好 就是應該說 你不能用解釋做化學反應 的表現 因為它只是一個比例 它只是比例 解釋可以當化學比例 可以當化學式的反應 可以嗎 可以的 可以的 好 那大家有什麼差別 不要問你們 你們覺得有什麼差別 我現在這個技術解釋 最少在這一環裡面 等於C跟Y的比例 就是1比2 所以就等下這個SIO2 這樣的東西跟這樣的東西 有什麼差異性 化學是 有什麼差異性 分子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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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大小 有什麼差異性 大大小 這是 fourteen 有什麼差異性 分子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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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找到 它不是這樣的結構 所以那天 那個我們有同學寫的六黃金那個 是它沒有那個結構 就是你找到一個結構 找到它就是一個單獨存在的研究 叫分數 叫做SiO2 沒有 沒有這樣單獨存在的分數 所以 檢式跟化學是有這樣的差異性 但我們以前有學過一個東西叫做什麼 CA13 COOH 記不記得 這是什麼 COOH COOH 是假還是乙 乙 為什麼是乙 因為它有 我記得是甲腕 乙腕 乙唇 甲腕 丁唇 丁乙 那我記得是假 為什麼是假 因為有一點大意 如果乙的話 它會變成C2H5 COOH 為什麼是乙 因為他把他們 這樣一張乙 他們兩個一張假 假假假假假 假 為什麼是假 問他們 答案是乙 為什麼是乙 為什麼是乙 你還有一個碳 對 碳 看碳出來決定 看碳出來決定 盲猜六盲圓 碳移住決定 一個碳就是加 兩個碳就是乙 是嗎 這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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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碗 我們現在要複習 哪有加碗 是一整個碳 這什麼 哪有趣的 加碗 在C碗怎麼樣 2 5 C2 H H 中間 中間兩角 然後變成兩個C 對不對 對 三个星 一起碗 那接下来呢 银纯 那就多了三个 所以三个是 一二三 那接下来呢 钉丸 那四个星 耶 这个都是出行 不会的话 你欠我 从碗变成 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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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了 欸他要活著 一隻 欸好酷喔 欸好酷喔 你看他中的震動 你看 你看他中的震動 一隻 一隻小 你不會中了 小文字 阿小小孩 各位小孩子請回來了 不要 不要 這個 這個 智姐剛在模擬小屁孩的心圍 你自己身手還說 他還要好像模仿給你看 是是是 這個東西呢 如果選化學士 怎麼寫 CH3OH 事實上 這個還加有 這個其實帶有結構式的意思 他可以寫 CH4OH 通常我們就不太清楚 它是什麼東西 所以有時候會寫CH3OH 會比較清楚 這叫做關門機 這是他就是有關門機的意思 你看到這東西 你看 這東西跟我們寫 焦掉了 CH13 COOH 好來看一下 這東西是不一樣的 OH OH 這邊 不一樣 因為 這個 這個 才是關鍵 它不是OH 這叫做什麼 我知道都有OH 但是這個根本不一樣 這叫什麼 VOOH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是兩個七 我們在乙什麼 乙醇 不是米 乙碗 乙醇 你們學過的啊 我們沒有學過米類對不對 我們學過醇類 乙醇類 這不是乙醇啊 乙醇在這裡啊 乙醇叫什麼 C 只有乙醇看乙碗啊 看一下嘛 C2H5OH 這是什麼 乙醇 這是乙醇 這是乙醇 這什麼 這是乙醇 乙醇 乙醇是把這個東西變成六 就是乙醇 乙醇 不是 剛剛講到學過米類嘛 他叫做乙醇 喔 記得嗎 學過吧 不記得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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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個 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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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醇在這裡啊 不是 C6 你剛才有講一個那個 那是乙醇啊 乙醇變成一句的話 是CH C2H5OH啊 不是 你剛才有講一個那個 CN3 COH 所以剛才你講的那個 DG 都不是乙醇 不是乙醇 這是乙醇啊 我要解釋啊 我要解釋這怎麼來的 說我現在跑到這邊來了 好 接下來 接下來 我如果把這個東西變成什麼 好 我們再加一個 C 這是H C O C C O C O H嗎 不是 還不是 再加一個C啊 C啦 什麼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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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C O O C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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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甲酸 這是甲酸 對 它現在寫出來什麼 寫就是 H COOH 那為什麼已經飛走了 欸同學 它飛起來了 不要管它 它秀出來 就是飛起來了 這叫做甲酸 這是乙酸 COOH COOH 是它的指標 所以通常你可以看到那種結構式啊 這是指標 這個畫圖主板呢 畫圖主板呢 畫圖主板這個應該叫做 結構式啊 但是 這個東西是它介於化學式跟結構式之間的 應該算結構的解式 好 因為你看到這個結構的字號 你可以猜出它大概是長怎麼樣 你知道這差別嗎 我如果寫一個C 2 H6 O 這是什麼 丙酸 這什麼是丙酸 有幾個碳 乙酸 這不是乙酸 乙加酸 這是乙醇 對乙醇 你看 它只是把那邊 有沒有 反而是一個H加一個O進去 對不對 但是寫這樣子 跟我們寫CH2 H5OH 哪一個比較好 像 像這個比較好 因為這邊有看到一個OH在這裡 OH是它的指標 是它的指標 我們可以看到 OH我們叫做這個 對不對 那 丙酸是什麼 丙酸 HCCCOH C3 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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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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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打它一掌開始 它就不會聽你了 等一下一掌開始 一掌開始 這個小動物 這個小動物的真傳 對 小動物 來了 進到的那個 哇 哈哈 欸 欸 它很奇葩耶 速度還太快了 對 對 對 OK 所以 人家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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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嗎 這是 化學式 化學式通常簡單來講就是 表現這個化學化物 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就是 原子比例的關係 正常化學式 通常 解釋是最小的比例關係 化學式 化學式 完整的 完整的 一個分子裡面有多少東西 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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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你要把它變成那個 卡通 沒有時間的 對 化學式是 完整的比例關係 那它不會吸引 不會啦 它來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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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奧子了 你說那個 化學式是 化學式說 一個完整的分子裡面 應該是什麼東西 應該有什麼樣的 原子組成 一個解釋 是它最簡單的整素餅 最簡單的整素餅 是它的解釋 結構式呢 就是把它整個化學裡面的 彼此之間的關係 畫出來 但是 新生的東西都不完整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真的一個結構 有時候會牽涉到它的立體結構關係 譬如說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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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 譬如說像是 好 假設 這就做 看 看 看 我剛畫 你覺得它對嗎 錯 為什麼錯 你覺得不對啊 因為我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覺得你是錯 怎麼錯 等一下看你哪裡錯呢 沒錯 沒有錯啊 它沒有錯嗎 有 它不是立五個 它立五個 它立五個怎麼樣 它上面也要 上面也要按怎麼畫 我記得 有這麼多手嗎 可以了 看有那麼多手嗎 欸 好劣雞喔 看有幾支手 他只有四隻手,他沒辦法弄這樣 不是這樣,他要弄三隻手 對,就是命題 下一個呢? 下一個呢? 然後呢? 他現在只看到兩隻手,另外兩隻手才好 以此類推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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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不應該多一個吧? 很難喔 很難喔 我們很難真的表現力的結構 這畫錯的 這應該是變正八面題吧? 他兩個在一起會變正八面題沒有錯 他現在多個看會變正八面題 我去拿裝備 等我一下 馬上多了手機,我手機不見了 喔,小換手機也不是這樣啊 我手機剛剛開始丟到某個角落 應該在那個啦 那應該是不完美 因為我剛剛跳的 好 加加 我們快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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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他們負責課耶 好 這是不是一個 碳架構的基本小塊的地方 對 我這邊再放一個 就是一個正八面題 對不對 我這邊再放一個 這邊又是一個碳的結構 這樣子 這是另外一個位置 不斷結成的結構 他用一個正式面題 跟另外一個正式面題的組合 所以這東西 也沒有關係啊 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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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是一個正式面題的結構 他用一個正式面題跟正式面題間的組合 OK 好 好 下課 下課囉